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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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同學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三角筆裡面的最後一個單元 叫做三角測量 那它是屬於一個綜合運用的 提型 主要我們要介紹的沒有新的定理 但是我們要有一些新的名詞的介紹 因為 有時候在題目的敘述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專業的術語 好,那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在三角測量的裡面呢 其實有幾個專業術語 首先有一個叫做仰角 好,那仰角的部分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頭仰起來的概念 好,那首先你要眼睛要看的前方 之後 再往上這個叫仰角 好,那有仰角下一個就是浮角 那浮角的部分的話 就是眼睛先直視前方之後 往下的一個角度 好,那像這個右邊的圖來看 好,那有仰角有浮角 好,那這樣子的概念 好,那下一個呢 就是在講方位 好,那方位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最常用的方位是主要在講東北方 好,那東北方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東方跟北方 45度角的方向 好,我們在講的一個方位 好,那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方位的說法 但是有時候 如果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角度 我們就會用到 比如說 這樣一個方位 好,那像這樣一個方位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使用它呢? 好,那我們不妨就是先面對東方 再往北方30度 那我們就可以稱它叫做東30度北 好,或者是面向北方 往東方旋轉60度 我們就稱為北60度東 好,那這樣的角度呢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在一些方位上面 就有更多元的表現 好,不是只有夾45度角的兩個方位之間 好,這樣改 好,這個做法 好,那這些 專有名詞也都是我們常見的一個名詞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來看看我們在平常的題目裡面 比較常看到的一個題型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範例音 好,那三角測量裡面 除了專業術語之外 其實有時候它的題目敘述 需要你來 將文字敘述轉換成 圖形來幫忙思考 好,那以這一題為例 你看它的題目敘述 它有旗子 紅旗、白旗 小名站在旗子之間 那它測得它跟正東方的紅旗距離 是它跟正西方的距離的六倍 好,那我們有時候在畫圖上面的畫習慣 就會把東方畫在右邊 西方畫在左邊 那上下就分成北方跟南方 這樣的概念來記錄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稍微去記錄 紅旗跟白旗 一東一西 好,那因為它說它今天也站在它們之間 所以也在這個線段之上 好,那這個時候也看得出來 它說 它跟白旗的距離的六倍 是它跟紅旗的距離 好,所以表示它離白旗比較近 所以我們不妨這樣去假設 好,所以有時候 文字的句數其實很難讓你聚焦 所以你這個時候需要的是什麼 畫一個圖形 好,來幫忙記錄它 好,所以你看整段畫就這樣子 一個圖就記錄下來 好,那之後呢 題目說它往北方再走 10公尺再測量 好,那因為我們這樣左右咧 叫做東西 好,那南北的話就是上下走 好,那北方就是向上走 10公尺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向上走 10公尺 它所謂的再測量一次 好,這個時候 測量一次 它看白旗跟紅旗就是這樣 而它的距離就會從 原來的1比6變成1比4 好,那老師的習慣就是 另外一個比例 我就會用圈的 圈起來 再加一個plank 代表這是第二種比例 好,避免混淆 好,那這個時候它題目問說 請問一下 紅白兩旗的距離最接近的一個數字 好,那像這個問題呢 當你記錄完畢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來解題 好,那 有時候解題 三角測量不一定要用到很多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來記錄 它只是一個 我們藉由這樣畫圖的方法來進行測量的工作 那 以這一題來講 我們會先假設1比6的邊長 我們就設為k跟6k 好,那因為往正北方走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有一個90度 所以 我們不難就B字定理去把這個 Q點到白色的距離 我們用k來表示 就表示成這樣一個兩個B字定理 而題目所謂的1比4 其實就是建立出方程式最佳的一個 一個代 一個代方程式的一個方式嘛 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內向成績點 外向成績得到這個關係 好,那這個時候因為兩邊都有跟號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不妨就兩邊跟號也都同時平方 好,那之後打開之後我們就得到這樣一個式子 好,那這個式子也接下來我們就進行一項整理 好,那20k平方就會等於1500 那經過整理,k平就等於75 那k就會等於正負5跟號3 那當然我們知道我們要求的是邊長 所以k是正的,負不合 好,但是我們今天要問的是 紅旗跟白旗的距離 紅旗跟白旗的距離我們看出來是 我們現在假設的7k 那7535,35跟號3 那跟號3呢我們用1.732 來帶 因為它上面是接近那個數 所以帶進去算出來大概60.6 所以我們就可以選1選項這個答案 好,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三角測量 先把文字敘述轉換成圖形記錄 之後在圖形裡面進行所謂後來的一個運算 齁,ok 好,那 這裡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下一個問題 翻譯二 好,那翻譯二勒 就沒有像剛剛那麼簡單喔 稍微有點比較複雜的問題齁 它的文字敘述比較少 但是 需要把圖畫的更特別一點齁 因為它已經從 方位上 左右 東西南北 變成有一個 楊角的問題 所以你看齁,這個題目 它說 有一個旗桿力在一個塔上 那 從地面A去看塔頂 楊角是30度 而塔頂上又有一個旗桿 而旗桿呢,如果你去看它的旗桿頂 楊角就會拉到45度 它問你這樣的旗桿高度是多少 好 那如果你沒有畫任何圖 這個文字敘述很難去想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畫一個地面 好,這裡有一個塔 上面有一個旗桿 好,那我就稍微把 這個文字敘述 全部都把它記錄下來 好,你看喔 這個時候你看上面的文字啊 跟我現在的記錄其實就一目瞭然嘛 OK,好 楊角30度跟楊角45度 好 那這樣子都記錄好 那你在觀察題目的時候 就會比較不需要在文字跟圖形 在那邊往返 只要在圖形上就可以進行思考 好,那比較厲害的同學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先把它的符號啊 就是記錄的點座標 先把它寫 點的名稱我們把它記錄上去 好,那都放好之後 這裡 我們就可以看到都有特別角 好,那這個時候 唯一的編長10跟號3 它是不是馬上就能推到X 看起來不像可以 可是咧 我們以退為進 可以在三角形ABC裡面 先把AB編長推出來 它可以從10跟號3 除以tang 30度 推回到AB 好,那tang 30度是多少 tang 30度是根號3分之1 所以一除之下 就得到 10跟號3 跟號3分之1 就得到30 這個數字 好,那AB線段長 就會變成30 那再從線段AB長 我們再來觀察 我要算的是X 很難馬上過去 可是這個時候 我們不妨先算B珠的長度 為什麼? 因為B珠的長度有包含到X 好,那這個時候咧 怎麼樣從AB推過去好? 這個時候45度角的好處就是乘上tang 45度就可以變成B珠 好,那 雖然同學對於指甲上的型一比 45度的指甲上的型一比一比 跟號2很快 但是如果今天不是這種角度 因為我們在前面有講到 如果要操作計算機的話 如果今天角度也不是一個特別角 你需要操作計算機 你就要知道要乘tang還是除tang這個操作 所以我們這邊 特別把這樣一個操作 呈現給同學看一下 好,那我們知道tang45度是1 所以乘起來就是30 好,那乘出來之後 我們要算著編長X 就可以透過30去減掉多餘的10跟號3 答案就出來 好,那因為今天這題沒有要我預估 所以這就是它的旗桿的高度 好,那我們在算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其實重點在於 你如何把文字敘述完整的記錄好 之後再轉換成圖形 之後再透過三角函數 或者是你熟悉的一個集合的運算規則來進行運算 好,這就是三角測量的一個精髓 好,那往往我們在三角測量 並不是要讓它搞得很複雜 好,而是你如果能透過簡單的集合圖形 就可以把題目解決掉,那是更好的 好,那但是有時候我們的三角測量 會進入到一個比較立體的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畫圖並不那麼容易 所以這個時候老師可以建議你 可以先使用一些桌子上有的文具用品 可以先稍微擺設一下 稍微看一下它的相對方位 那對你在解題的過程當中 在思考上面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之後你把它擺設好之後 再來進行那個畫圖 可能就比較容易畫出來 那這是老師給你們的建議 好,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好,那我們這個重點呢 三角測量的部分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那同學可以再多做一些練習 試試看 或者是在生活周遭也可以使用到這些技巧 來進行運算 旅行